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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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首先这次我们画的是这个呃smash那一个electric 呃kato呃是这样子反而我先淘宝先搜寻了然后就我就随便点一个是为了看那个细节啊 因为首先呢我们首先需要几张图啊第一张我找一张正一点吧啊这张因为这里他下面有个弧度反正怎么样都看不到的证明在哪 那找一张一个然后呀哪个存在那个呢就是桌面啊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角度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你多一个角度有时候方便很多啊还有一个这个啊也需要的我们的一个正式图正式图呃最好再来个顶次对吧嗯那打一下吧反正就打开谷歌对吧然后 然后我找找找找找找你需要的一个呃呃角度那他没有的话好像不太好找是吗 真的话啊不太好找因为有他不在的话那就简单很多很多东西就不需要说啊在 哦 看一下 我随便点了一个 然后主要是对看这些细节用的啊 那就这个 我们可以先关掉 反正看一个细节就够了 呃 看一下 哦 好像真的没有 我直接打个top 好像也不太行啊 哦 好吧 那行吧 我们就直接先开始画吧 嗯 画的时候还是也很简单 那 那我们就先那个画一下那个顶色吧 好吧 啊 顺便回来这里看一下一个高度 可以吧 高度反正就最高 它的产品尺寸是那个最高 那肯定是最大的数值吗 对吧 那就275 那下面我估算是30 那上面的话我估算是一个 因为肯定是分件化了 我们这里 呃 275 然后这里是 那再减个20吧 可以吧 那就减个50 那就是225的一个高度 那我们在那个 先画一下这个 底底部这个 那还是一样啊 选一个中间分吧 这时候这个东西我 我想分钟多一点啊 呃 然后这时候吧 一样这样子哎 哎 把是哎 他画了这个以后啊 这线有点挡住我电脑的啊 哎 把是 啊 宽度他最反正最226 那肯定是算完这个把锁和什么的和那个无准 啊 那我们就是一个171啊 好 啊 271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这先设定一下一个171啊 呃 好 设定一个171以后 我们就四条线路线上 然后给他一个 一个就是说相等 那相等以后 对的 那就这个地方 反正它是一个最反正就这样子 那这时候我们的一个线对 反正最后其实也是要删掉 那我们这里给他一个15吧 不要不要先不要太跑吧 可以吧 对反正就这样子 那算是一个比较ok的一个大小 呃 再下来这条线 我们试下能不能发现这里 因为有时候有些线 嗯 我自己掌握不到 好 可以这次可以啊 啊 打下勾 哎 你看到这样子门外围就是172 把多余的线先删掉啊 我再给你们解释 哎 点下哎 这样子哎 多余的线给他删掉 再来啊 三线是 三线是最快乐的事情 为什么你就数个这么滑滑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方便 因为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就是说现在要170 那我们保证我们外围是171了 对吧 那外围是171 那这时候我们再给他一个 而且对 你看171 那171以后 我们要4条线给他一个相等 对吧 一口一口以后 那我们就倒圆脚 因为他下面是个圆的形 我感觉所有的贵的东西嘛 像手表他的那个什么摆的费裂啊 那个反正就是也是一个接近方或者圆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 30好像不太过 40是吧 感觉就最贵的那些设置品好像都是 这样子都很喜欢这样子一个形状啊 反正就点yes 那时候你也不会出去看他是什么啊 反正就是啊 有这些限制这些问题 我们不用管他啊 ok 那现在这样子算是一个圆形 我们就算是一个形网就ok了 对吧 那我们回去刚刚这 那减去50 225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 对top view 因为有些我们的顶次图 那就很多东西只能靠自己想象去画啊 这样子 呃 如果是说因为现在是留意在录视频了 我很多东西我就做比较随意啊 就说有些东西 我平常有时候会慢慢调 但录视频的话就有些限制啊 然后点了啊 点了点卡 然后点我们设定一个新的基础面 那这个基础面 我们选择一个刚刚我们用的一个top view top view 我们选择了以后 然后呢一个高度 我们需要225这样子高度 然后等会如果不行啊 如果不行的时候 我们再那个给他一个 呃 怎么就是说一个 呃 修改啊 然后这时候点control加8 我们也回去这个潮图啊 然后这时候这个尺寸的话呢 我们就大概给他弄一下 然后弄个整数 然后等会我们再修改 可以把这样子一个情况 因为他这个是有点power 那我可能就给他一个 130吧 我们我就给他一个这样子数 好 那这样子上下两个我们都有了 那我们再来一个分 wise view 或者他又是吧 又是吧 到时候可以这个把手放在后面啊 好 呃 然后这时候我们先把这些给关掉啊 然后sketch sketch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诱饰图啊 那现在我们再一个草会见面了 那这时候干嘛呢 对 呃 又要导入我们的一个草图啊 今天好像状态比那个toaster那个好 我感觉好像呃 弯露的人看 看弯露的人比看sunrise的人多啊 tunes 啊 又扯远了 sketch tomes sketch picture 啊 好 那就我们来 又是最好 我最讨厌那个步骤 为什么就算是一个曲线真的不太好用 当然我的 啊 好 那一个 那这时候其实可以通过这个 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哎 你看到 可能大概这样子 那 那225可能有点有点小高了对吧 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么拉啊 那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我们得会再改 可以吧 那因为他这个弧的 那我就拉到一个中间的吧 可以吧 那225那不行 那我们可得会肯定是200 205这样子一个情况可以吧 那我们先这样子 然后再退出啊 我就我们就这样子 我随便画条线线啊 在这个位置 我们一样 这样子 对吧 呃 我们到我们先退出一下 啊 推出了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 我们只要改成这个 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高度去改的时候 然后他整个就会跟着我们去修改 哎 你看到对 现在可能就差不多很接近了 那我们就不要抠这个细节说啊 不是完全接近啊 但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你最后画的时候 那 然后这个再调小点 你很难做到完全一模一样的 肯定会有偏差 除非你有那个圆的那个 即使你有原原版的那个正品在 对吧 也很难 说实话 这就是说也不能说难 就是很费时间 而且 呃 咱们现在是一个练习嘛 对吧 就不要说 做这样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啊 因为重点是要把这个模型 这个外观给呈现出来啊 这是呃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好 记得反而对着最外围一定是没有错的 记得要想清楚怎么去对好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线 为什么用周曲线对 就是为了说方便去哪一个调整这个曲率啊 然后这个是外围 那呃 也是外围 反正就这里直线这样往上抛就可以了 把 我们就把那个箭头嘛 反正它竖的 那下面我们肯定是tangent了嘛 就把那个箭头啊 呃 再下来的时候 我们先回去这个这个线好像 这个圆环好像还是有点太那个 太小啊 我们再改一下120啊 就是需要一步画一步调整 就是说因为我也没有画过这个东西 那很多时候需要说啊 慢慢一步步调整 啊 对的 那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样子 然后这个最外围 对吧 那我们算是ok了 对吧 那这样子一个线 然后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 对 我们还需要那个啊 不是应应该是这样子呢 啊 love 对吧 love 我们去放一场 对吧 为什么 好说上下两个轨道 我们都有了 对吧 但是你看到它是直的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增加个路啊 路径啊 就这样子哎 你看到但他这边对 所以虽然就是这一点跟弯路不一样 弯路肯定是圆着这个曲线 然后往外转移去 但他不会 所以呢 我们需要啊 在外面这个在这个右四度这块 我们需要再再来一次超度 就是说我们需要四根线 那四根线的时候反正就是啊 或者是说我们前四摇龙啊 对啊 看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 嗯 这个的话 我看一下 好 那一个就这样子 我们先把这个曲线给抽取了 然后零 零以后 我们去设定这个中心 中心以后 我们有了 对吧 那就镜像一下就可以了 啊 刚刚那个没掉 是吗 应该有吧 这一个 然后是这样 对 没有选上 那 那可能是说我刚刚没有选上啊 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一遍 打钩 ok 有了这条线 那这条线 我们再来选择镜像 好 这次有了 mirrorbox 对 反正就是他一定是那个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条线给删掉啊 ok 那这样子 我们就两条线了 对吧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一个 我们就来试一下 再来一个 那个 love 12对 两个反正值得 哎 这次这边取了 哎 另外一边完了 没事 我们就这样子 当然 你看 哎 这边 哎 又是这样 那就是说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东西给画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这条线 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数字 我们在这里设定哈 设定一下一个规整数 像这里这个曲线 我 我认为是满意的 那就这样子 那就从这个点上面 52对吧 那就50呗 然后这个点就说这个 就是说通过这样控制他一个位置 50和17 那就50和17 那这样子算是一个完整的嘛 对吧 那就大概这样子 好 每个 啊 这边 这边应该是 啊 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 呃 这边的话 好像是 好 这个应该只在进场 没事 反正就是 啊 差不多 啊 我们继续 那就把前面的这个图 我们也给画一下 可以吧 那前面的话 反正也是一样 我们只能一根根先画 因为他没法说 没了两根线 这样子一个情况 啊 对 一样的 这样子 哎 这样子 啊 我点错线了 不好意思 好 那个 我们先选一下啊 然后再来第二根啊 反正就是这样子也突出去 这时候选一下这个 箭头选择垂直 垂直以后 对 所以 呃 再下来选择这个线 是7 对吧 反正他这里就会自动给你调整的 然后这个就是50 哎 这个曲线反正就差不多了啊 然后这边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那个 我们再来做一遍 from toms 呃 sketch ctrl加8 再来一样offset 然后我们选择这条线有了 对吧 那这条线出现了 也是一样 选择这条 短再来一条那个中心轴线 再进行一个镜像 选一下 再来选那个对上轴啊 打钩 哎 这样子 ok 那这样子我们四条线算是完成了啊 是吧 那这样子四条线完成的时候 我们来一个loft 做一个最规整的这样子一个树啊 这样子话很板 但是说很稳当就是了 就很多时候你要找他中间的一个规律在哪啊 然后你看现在这样子算是一个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曲线了啊 那这样子我们从一个rightview去看一下啊 那这样子我们回去看啊 应该是算是比较像了 这样子能看到吧啊 那这时候这样子我们需要抽一下壳 对吧 那我们抽壳吧 先 抽这个壳 我们给他一个2的厚度 其实应该正常反正 钢板0.5-0.5是正常 0.8算是比较厚的 如果是产品啊 汽车当然是不止了哈 先跟大家说一下 好 那个再下来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一个优势图上面 对 你觉得我做什么 对 把上面那个口线给画了 然后进行一个刀架或什么分件啊 反正就是一样 不会merch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呃 先下来 我们先把中中间的这个 线给画一下啊 反正这里是中间啊 我们先画一下这个线 画了这个线以后 对呃 我们我可能是说啊 这样这样子 对吧 呃 在这时候我可能是先把这个口给封一下 垂直好 把多余的给剪掉 那这样子算是一个ok的线了哈 对吧 那这时候这个线我看一下 呃 这个圆哈 这个圆 这个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对 因为我画的是圆形 那我们整这样子 那通过这样子去画 啊 这样啊 好 那这样子 我们再来弄 他这个反而没有箭头 我们就弄一个 呃 轴啊 我们弄一个结构线 然后给他一个tandrum 给他一个这样子关系 那这个高度 我们要设定一下 我们就给他一个30吧 可以吧 一个高一点的高度啊 我们离远看一下 呃 反正也差不多 对吧 那就这样子 ok 那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线了 是吧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旋转啊 旋转的时候 我们选一下这个草图啊 草图以后啊 creen selection 我们选择这根线 对 对 然后不要match result 哎 其实你看到对 这样子就算是差不多了 这样子一根线 那这时候 呃 草图好像我看一下啊 其实现在这么看 其实你有看到有点不是很顺 你可以让他顺一点也没有问题 其实 但这个线 呃 不确定 不太不太冷了一个 其实只能说通过这个线给调整高一点啊 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其实 看起来也是有点小不顺 有一点点 你看这里弯 然后这里凸出去 其实 啊 反正就有点很小 就玩那种超级细的那种呃 变变化嘛 但是啊 反正怎么画那个 怎么怎么画光啊 不不太影响就是了 反正还是先把那个外观呈现出来就行了啊 然后最后线条细条啊 你们再自己调 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 好 那一个ok了 那再来跟第二根线啊 0.2也是一样 好 这样子 我们算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面对吧 呃 感觉上面这个好像还是有点小 没关系 我们再来 40 35吧 40好像真的太高了 啊 行 那这样子看起来就会顺很多了 对吧 你看啊 顺很多 35 就会玩的就是这种微妙的比例杆啊 几乎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下面的我们底也有了 对吧 那底的时候我们一样用这个 拉伸看一下 我看一下能不能直接用这个线来拉伸一下 可不可以 答案是不可以的 好 我们点一下这个面 Sketch 点一下8 卡丘加8 卡丘加8干嘛呢 对 我们要抽取一下这个曲线 呃 三 是 啊 夏天真的有点热 好 那这个我们画出来以后 我们拉伸一下 也是一样 不要 那个 match不要match的话 我们就选择一个 啊 三十三十够不够了 让我pview一下 三十 嗯 好像要四十 好呢 四十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了 一个这样子一个样子啊 然后这样子的话啊 我们要去了 不好意思 对的 然后这样子不要match 那几乎就可以了 那我们继续在一个分件啊 反正我们把feelout这个往后拖啊 开吧 呃 看一下我能不能往上落 能往上落 我们就往上落 好 可以 那就ok嘛 先把这个步骤给关掉一下 那这时候 这一条是下面的这个 那我们就把顺便把下面的这个给倒一下吧 可以吧 哎 对 上下两边 我们都给他倒一个小角 然后这个角看起来 上下不是很平均 我们上下面这个倒大点 因为 啊 有时候反正就是他如果是个90度 或者他是个45度 这样子一个边角 那他倒的角的最后那个圆角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要知道90度角那肯定最规定 那又45度啊 那就不一定了 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存在啊 哦 我知道啊 这里我选错 不好意思啊 然后我要的是这一条啊 好吧 没没关系 还有办法啊 我先把下面这个角给倒了 0.3嘛 好吧 那现在给我选的这条 那行吧 那就自动给我选吧 那只能这样子咯 哦 发生一个个 哎呀 这这一个就是哎 0.2 那这一块的话 刚刚多余的那个我里面的那个 我们把它取消了吗 好 已经取消了 没有关系 那我们继续啊 好 这样子 我们就有了几个圆角了 对吧 啊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好 这个圆角反正就最后他肯定最后倒 那我们就很简单 啊 一样给他抽一个壳 对吧 抽一个壳 那抽个5吧 因为他里面肯定又是一层金属一层塑料这样子 那当时我就不画那么细了 好吧 这个东西你们想画细就画吧 因为这个东西渲染上面也不是明显啊 好 再来个5啊 其实应该是有10了 其实他一层塑料一层5金这样 然后他下面可能垫度 他只有身身体是那个5金的 那肯定这样子做 那这时候看他四个边角 那很简单 我们就这样子 也是一样不要merge results 然后呢 先一个 我们先要这样子top view一个 VD 我们先要这样子一个VD sketch 这次需要用到一个VD sketch一个功能 然后呢 construction 选择对 00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画这个东西 我想要在正中心画圆境的正好 这时候有一个中心中 那我们推出一下VD sketch有了 那就说拿这个东西定位而已 我们到时候是方便一点 好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 在这个面上面 我们画一个东西 哎 等一下 在这个面 好吧 哎 奇怪 好吧 没有关系 我们在优势图吧 一样 一样优势图时候画这个东西的时候 反正就 这个数字我就不弄了吧 数字啊 我就那个后面等会再看一下里面的细节 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左右 然后两个对吧 他那这么说这个东西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这样子电子个条文的 一个是不行 应该是这么理解啊 好 那个也是一样 我们就这样子 先把那个 我看一下 然后先把下面这几个角先给画出来 好吧 下面这几个角 我们就画一个梯形吧 还是一样一个梯形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这样 我看一下啊 对 ok 了 那这样子一个梯形 我们先那个148可以吧 上面上面先不用给他 我看一下这边 这边应该接近一个 啊 没点到 这边的话反正就120吧 这边也是一样给他一个 你当然可用下面那个没有问题 20 ok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就这个 我还插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没有看到什么 啊 哎 真的是 很吃眼力画图真的 140那里70 啊 再下来我们这个高度跟这条线啊 跟里面的啊 最里面这根吧 好吧 哦 要一个25可以吧 能来一个25高度 那这样子也要看一下比较顺眼一点啊 再下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草图 我们像这样子 哎 拉伸一下 啊 还没又忘点这个 好 这时候这个我们画完以后 我们需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一个feature 然后环形阵列 对 然后这四个东西 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 这个中心就我们选择他 选择四个 打勾 一口 啊 only merge 哦 懂了 选择 我应该选body 啊 就这个body 对 好 啊 因为它不是一个feature 因为分开四个 这时候选择insert feature 然后combine by 这时候对四个二三 四 at 对 组合成了 对吧 那它上面四个就一个实体 那vino当然不可能了 算是有这个优势在 再下来我们再选一遍这个东西 然后选择combine combine以后选择一个 substern subject 怎么读这个字啊 然后这么一剪 然后 打开一下对哎 下面这个已经剪掉了对吧 但是这时候说明一个东西什么啊 这个好像不是很够大对吧 你看它这个比较大 那我们就在这里吵着这个缩小 然后就它就反正就是会按着这个自动来改 我们就改成125吧 快吧 125然后就62.5对吧 然后打一下勾啊 这个高度反正我们给它一个限制 对吧 反正就是20啊 要不要太高不要太低价 然后它就反正是自动运算 哎 这次好像看起来会大一点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就对倒一下脚 哎 点错功能了 倒一下这个脚 这时候看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觉得啊 上面那个上面这个这个大一点这个小一点是吧 好 那我试一下倒吧 这里0.2肯定不够了3 3的话好像 5吧5吧 干脆给个大一点爽快一点 然后再下来给给这两这些都倒上吧 直接 好 倒上以后对吧 那这个位置算是有点小像 再下来我们这个部分那这部分肯定不够了 我们来个20吧 那肯定要大一点啊 大一点对吧 我看到也是比较大对继续 好 这样子我们算是一个对看起来还是比较好 表现接近的话也不敢说很像啊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换完这个以后拿logo反正我也不画 这一点我也不会画 我会把这些这次我我就只要在这上面开个口 开个超细的边然后给你们看啊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给补了 然后你们就能看得到 那我们现在就要不把下面的这个部分给画了 因为上面这个把手还有那个什么 好 无嘴会比较费时间 对 好 那我们开始去那个画一下那个后面的吧 后面那我们回去看一下 好吧 左右两边两个洞对吧 啊 然后再下来反正就分件对吧 那行吧 那就在 这个部分应该是Wesville 对吧 Wesville 啊不是应该是Franceville 对 哎 哎 我好吧 我点错了France 那France反正哪一边是都可以了 然后他这个反正是过完这个圆角 然后再有点碰到小碰到这个啊 对过完这个圆角 那我们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吧 开始画一下啊 那就我就直接这样子画啊 等一下啊 嗯15吧 哦不对 13121212才对啊 然后呢再下来是这样子啊 那首先我们这样子 这个圈我们给他一个定那15 那反正这个不会太大 啊 然后再下来我们就 我是打算直接拆成直接搁三架就算了啊 好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多少呢 这个15点等一下 哦好吧 那就外面这个对 好 那就14.8吧 这样子超级细啊 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是在这样子 我们再来一个那就一样 那这个边的话我们就给他一个 呃 十一 一 一啊这个啊可以再大一点那就给个二吧 呃差不多行 然后在这个再给再来一次 啊不好选你看 你看哎 啊我这次啊这次呢肯定是这个了 这个不要啊对点上好 那这样子所有圈我们都有了对吧 那这时候该干嘛对静下一下 那进上以后反正就是四个我们这次可全选上 MERO MERO 好两边都ok了 是吧那我们直接给他一个剪辑啊 对那有时候比较粗暴的方法就这样子做啊 然后就这样 to cut 哎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嗯 不能剪吗 excuse cut 然后呢再下来就是 看一下哦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在我来说 哦要反正都要选是吧 好吧好吧 好吧 好那这里应该是可好这边也是看来也是要 哦他意思就是说我要选上所有的对吧 那就选吧 有时候碰到这样问题反正啊冷静应对啊 然后拉的话反正你喜欢左边也行 右边也行反正就是啊剪掉就可以 ok 就是说他问你要保存的那个包底 就是说你因为剪了然后这块就变成包底了吗 那你看双的包底这就变成你看好几块了对吧 那就是说我们就是他要你就说确定这个东西啊 那现在这么简 哎这里没剪哦这里你看到哎那我们就意味着我们要低一点啊里面还好看了一下啊 他这个啊当然这个是没有这个问题没事我们就照着这样子吧 这个是12对吧那我们就改低一点13 对吧那13那我们就ok的还是反那边的话经常应该照我来说会正常的给我那个剪掉啊对那13那这里可能可能差不多那这样子这时候我们再打一个圆角啊 啊不用二十我们倒个二二有点大了一一也是偏大啊但可以 好这里一个一对吧然后我们再来倒一遍啊就通过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到处你可以在去上里面挪挪什么都都行没有问题的 这也是一个二然后这里我们给他一个0.2可以吧0.2或者0.2把他也是0.2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之前没有倒的对这里趁现在干净也给他倒了对吧那反正内外你都可以倒反正倒内就我是倒内就算了啊 你们自己看吧反正就是这些这些细节我就不抠了啊 再来就真的是太苦细节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反正就更粗暴一点 然后这里一个小球一个什么的对吧那我们就先开这个口行吧 我们一样开这个口那也是一样在一个frontview这边我进行一个开口 开口的话也是一样sketch 哎不好意思 哦是太高了 好10那差不多然后最哦这个圆形对吧嗯但是看起来又不像那个就是很圆的那种啊没事我还是画圆形吧对我还是画一个圆形不要保险啊看起来而已我觉得我还是要好好的画一个圆形啊 安全安全安全第一好那这时候可能是说这样子一个形状已经有了对吧 呃然后这里是一个10我们再来限制一下这个高度可以我们再限制一下这个高度那不是这宽度这个我们给一个2020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再给他一个多少了嗯13吧 啊好吧这个是多算点对吧那我们就把它关掉吧这个也是那怎么看光是那行那我们就往下挪一挪啊好吧呃那就需要再这样这样子那给他个tangent还要 这里哦然后就跟这个看一下啊 一 当时好像是这里是13了我我没记错我定好这个点字 反应应该是应该是对了哈哈啊好像是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有点小分钟有点不小分钟啊呃再下来那就肯定是最肯定是死了 啊好那这样子我们就ok了对吧呃然后在这时候下来是哦两个键对吧那样开个口拿在那个呗我们还是要那个方法来画啊 2234 reverse 0.2 好那时候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一遍再0.2 反方向再0.2对再来一个这是画起来最前最最粗暴的一个方法啊 因为上头上你看我是一个个的但那个反正就是如果你要改外观的时候不太见那种方法啊 而且现在很多其实他都要快要求快的效率对好那这时候我们算是ok了对吧 然后这时候给他做一个什么了剪辑对剪辑啊不对啊 好吧好吧好吧我知道这样这样子反正剪啊这个剪到啊这个好那这样子我们先给他一个剪辑啊剪的话是这样子嗯剪辑这好反正他选不到那我们就选择这两个然后换方向啊 先剪掉啊 yes 哎你看到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有了对吧然后呢再下来我们再啊好吧我选漏了 这个也有啊然后还有哪个部分呢对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因为这条边我们剪掉以后还需要选上是是这个 哎再来一遍吧还是 哎再来一遍吧还是 一二二二二二啊好啊就这样子 OK 反正你可以选择留下的那一个什么就留下的那个实体或者对 反正刚刚那个就算你要么就留下所有简就被剪剩下实体要么就是你选择哪一些实体要保留的对好那这时候我试一下那个这个全导员能不能导啊 一二三四中间的这个再来倒里面的 这样子搞定了啊好的不行不行那就我们按常规的倒呃圆角不够就不够大转不了啊啊这时候我们选一个零点五吧不要倒一个大点的看看怎么样可以那就把里面的外面的也倒了 这时候再把这个边给倒一倒0.2 好那这样子算是后面的这个我们算是有了啊反正就这样子反正有点啊好吧我这个好像很小了没关系好我们再改一改我这个还小了一点 这个小了那给他改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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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哦15太大是吧 哎呦 15太大那就13吧 看他小一点啊 先那这个差不多了 就其实就很小的一个差别啊 这样子差不多 好那再下来我们点我们的优势图 优势图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好这个小球 小球的话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开一个透明模式 透明的时候这个 哦 嗯 这个好这样子 这个小球反正就是从中间这里啊 呃这样 看一下有没有中线啊 哦好像好像没人找到好吧 没事我们照这样吧 这两条线首先先把先表一个水平 水平以后 呃我们就要先跟他最里面的这条啊 进行一个那个continue贴合啊 贴合以后这个宽度 我看一下能不能那个跟他拿一个点进行一个什么 好像 这里的点对好像不太行 这一招一直没抓到那个点 哦好像不行好吧 那么没事我们就叫照这样子画吧 反正就画也差不多吧 那只能说啊 来个是吧 是好 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画一个一个圆形 嗯这个数应该差不多 好 再来导这个圆形 15 15好 那这样子就算是ok了对吧 水平将那个多月的线我们给他剪掉一下 好那这个剪完以后我们回去一下一个正常的模式在进行一个旋转 那旋转的时候当然不要match results了 我们还是选择这个东西好 那这一转搞定 这样差不多了对吧 好像我这个球有点小 还是我的感有点粗 我觉得感有点粗啊 感你们自己再调吧啊 球好像也有点小啊 行吧也不调也不再调了好 那这样子我们下面这个算是完成了 那这些这些我就不弄了啊 这边的这个因为太费时间了 而且你们也会弄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个 弄这个把手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把手的画一下吧 换这个把手 然后我们再那个 换了一个 狐嘴吧 用狐嘴是最麻烦的 因为嘿 不然那么你们如果有看的话 那是扭一下就有 但这个算那么说话叫就需要费点时间 嗯 那这个要怎么去的话其实也不难 那还是一样找一个测试图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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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